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5月1日 黄马叛胜艾斯宾奴提前夺冠 周日晚上西甲迎来本轮焦点站 由皇家马德里坐镇被拿比奥球场迎战艾斯宾奴 这场比赛被认为是前者的夺冠之战 同时亦是复仇之战 M直播届时当然会为各位播有线上现场直播 其实与曼城踢完欧关联准决赛首回合之后 主帅安查洛迪已经向外界传达一个讯号 将派出一套前所未有的正选阵容应战本轮比赛 其实这并不是不尊重后者的表现 而是全队要全力备战几天后的次回合决战 让主力球员得到充沛的休息时间 当然了 据媒体报道称 出于对艾斯宾奴的最大尊重 以及两家球会历史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即便皇马如愿拿到冠军 他们也不会大肆庆祝夺冠 只会准备好相应的庆祝活动 安查洛迪即将完成大满冠 目前 安查洛迪作为主帅已经斩获四大联赛冠军奖杯 分别是英超、益甲、德甲、合法甲、五大联赛唯独只差西甲 经济积分榜上仅剩最后五轮 皇马遥遥领先第二名十五分 换而言之金轮只需一分便可以提前四轮夺得西甲冠军 因此本场对于安查洛迪与皇马来说意义重大 上述已经有提及为了全力备战赐回合决战 安查洛迪选择让主力球员轮休将进行大面积的轮换 据马卡报报道 本轮卡连、宾森马和卢卡、摩特利等重要主力轮休 而马歇路、维拉、伊斯高、阿拉干、马里安奴、迪亚斯和加里夫 巴尔预计上阵所曝光出来的名单确实是前所未有 当然了阵容看上去确实有点稚嫩 但是往往不起眼的阵容配置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风采 尤其是像马里安奴、迪亚斯、拉法、马连、加里夫 巴尔这些人好不容易得到上阵机会 固然想拿出良好的表现来回主帅 再者 被拿比奥球场一直以来都是皇马的福帝 其经济联赛至今主场仅输过一场0比4败给巴塞 其余15仗则斩获11胜4合 与西维尔并列成为经济西甲主场龙 可以说坐享天时地利两大优势 至少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阵容方面还有后卫艾达、米列达奥和拿足、费南迪斯停赛受罚 后卫大卫、阿拉巴和前锋伊登、夏萨特等人因伤缺阵 艾斯宾努本赛季以来的发挥并不稳定 仅剩最后五轮的情况下 高出降班需9分 基本完成了赛季之初制定的目标宝级 余下比赛完全可以轻装上阵 增加轮换人手 本场做客挑战黄马 按照实力差距等多方面来说 批摩连奴压力可不小 但是并非没有暴冷的希望 要知道本周中银河舰队刚远赴英格兰与曼城展开恶战 安查洛迪麾下弟子奔波劳累 赛前透露采取大面积轮换的 他们很难全力死科艾斯宾努 其次是双方赛季手循环交手时 凭借卢尔、迪汤马斯和阿利斯 维达尔上下半场更入一波 艾斯宾努赠予对手赛季手败 所以从一些基本层面来说 至少球队是有拿分希望的 日前媒体列出一组数据 倘若本场双杀银河舰队的话 艾斯宾努会创造队史近26年以来的一个记录 同时若无垒上阵破门 他会成为对阵巴塞和黄马都取得进球的中国第一人 话虽如此 艾斯宾努近况并不理想 近四轮仅在平庸之师切尔达身上偷的一胜 其余三轮全败且二场未有入球 同时赛季至今做客能力低得吓人 十六仗 只有一胜五和十负 这种现状恐怕很难实现双杀好戏 阵容方面 中场积敌 巴尔英商必战 相关数据 一、在联赛主场面对艾斯宾努时 黄马已经连续24场保持不败 具体为21胜3和 是其主场对阵同一球队的现存最长不败战绩 其中在最近六次西甲主场对阵艾斯宾努的比赛中 银河舰队都取得了零风 上一次输球还要追溯至1996年 二、安查洛低职教生涯 共七次遇见艾斯宾努 当中取得六胜一副佳季 唯一失利就是本赛季首循环做客一笔二输播 三、艾斯宾努的进攻非常便秘且单一 过去九轮联赛多达八场单场入球数在一球获以下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